麥當勞為了炸薯條 經過十幾萬次的實驗才能得到最佳的溫度 溫度不夠會怎樣 炸一支給大家看看 如果我是要這樣剪的 你不管漂亮不漂亮 趕快下去 如果你想要把它改變它的形狀 越改變地心引力的原理 越改變越醜 那我先炸一支正常的 等一下教各位炸怎麼炸很大支 這也是一樣 這個要下去的話 這裡稍微輕輕的按一下就好了 那要拿起來呢 就把它轉一下輕輕的 這一支是水 溫度不夠 炸出來會怎樣 顏色比較白 而且會勒勘 檢查 那個 裡面有沒有熟 第一支如果檢查熟了 最後一支不一定熟 最後一支熟 前面一定請不熟 現在的溫度是 大約是140度左右 那你140度 炸出來的熱果的話 顏色很白 然後又裂開 如果你沒有溫度計的話 又沒有辦法去測試它的溫度 炸出來的話 溫度太高了 那客人沒有很多人怎麼辦 怎麼辦 也有一個辦法 這一直下鍋 一直下鍋 但是不要等它手 先拿起來旁邊放著 讓它降到差不多170 180剛剛那個熱果 再來回鍋 你看各位 顏色就是這麼白 而且裂得很厲害 裂得很嚴重 都有裂開 這就是錯誤的示範 炸熱果 炸熱果現在是170度 170度到180度 是炸熱果的最佳溫度 這個血醬 熱果要張一下 斜斜的從頭 這樣旋轉 旋轉 它屁股沒有熱果 你也可以拉很長 來 這樣 這一支大家看看 你看一看看 我現在一支一支炸給大家看 你要從前面從後面的可以 這個是失敗的案例 你現在一支一支炸 那現在是170度左右 你可以沾著一個斜度 從頭拉 你要拉多大隻的可以 那剛出鞋子炸小隻一點 炸小隻的也可以 這是注意 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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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下去 不要在空中停留 不管漂不漂亮 不要在空中停留 一個斜度沾下去 然後前面 拉後面 拉後面 拉後面一點 後面雖然沒有熱果 也可以拉 注意 前面 後面 拉 這樣 有人問說 那螺險的 怎麼炸呢 等一下我炸一支螺險的 給大家看看 那我們這12345 要檢查它 有沒有熟 怎麼檢查 我們先 因為它現在是在油炸 油炸當中 油炸要幾分鐘才知道 我們可以把它插進去 搓出來 裡面有龍漿的話 有龍漿流出來 就是還沒熟 那你要插哪一支 插最後一支 最後一支有熟 前面的熟 因為 插第一支不準 第一支 最先下鍋 那插一插哪個部位 插它最燙的地方 最燙的地方熟的話 其他就熟了 你插瘦的地方熟 其他地方不一定熟 就是美感 我們這個叫做黃金熱骨 為什麼叫黃金熱骨 它跟黃金爆米的話 有什麼關係 它是金黃色的 要拿起來 稍微燉一下 這樣 轉切 轉一下輕輕的 它就起來了 進去壓一下 你要檢查有沒有熟 你找這個地方插下去 這一支 可以說快要熟了 還沒熟 有一點點濃漿 再個幾秒鐘 打破那個特寫 再幾秒鐘的話 它就全熟了